大家好 我是娜塔莉麦克塔娜 您收看的是悉尼直播 希腊危机仍然对欧元的汇率带来负面影响 今天我们要采访的嘉宾是AMP资本的沙恩·奥利弗 我们想知道这对澳大利亚有何影响 希腊推出欧盟的话有何后果 沙恩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 谢谢邀请 在希腊与欧盟就战无进行着长期谈判的背景下 澳元汇率出现下跌 请告诉我们市场整体反应如何 在希腊形势的背景下 澳元汇率下跌到相对的低水平价位 当国际市场产生不稳定或者不确定因素的时候 投资者更愿意远离澳元 澳元对美元汇率的副动态 同时也是由于澳洲储备银行降息的决定 而且商品市场价格走低也打压着澳元 希腊的情况自然也对国内股市产生负面影响 但从经济角度来看 这彼此之间的联系何在 本身这种联系是不大的 希腊的经济规模在欧洲都算是小的 而其与澳大利亚的贸易相当的少 那么究其原因何在呢 希腊的危机可能会是欧元区不稳定的导火索 这对欧盟整体的信任度会产生影响 同时这也影响到澳洲 中国是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 而中国最大出口的目的地是欧盟 因此我们看到这对澳洲产生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 在股市中 我们看到随着澳洲储备银行降息的决定 产生了积极的动向 我们注意到 该市场收益率在增长 收益也一直在增加 在希腊形势背景下 我们看到世界市场的连锁反应 包括澳大利亚在内 您认为希腊是否应该退出欧盟 可能您是希腊必然会退出欧盟观点的支持者呢 我并不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 也许从某个角度来看 退出是比较合适的解决方案 因为希腊的经济 与欧元区其他国家差异很大 相应的我认为留住在欧元区 对他们来说也并非是最佳方案 希腊的大部分民众支持退出欧元区 同时虽然新政府执政党SERISA 从一开始前列要求退出 但目前却在妥协 他们也准备精心的对话和协商 因此我不能说退出欧元区是必然 但我认为他们仍然会设法达成共识 签署协议的话 能够极大的支持希腊长远的经济发展 前提是希腊将决定留在欧元区 早在大约五年之前 我们就听到希腊可能退出欧元区的说法 事情可能会再次发酵 过一到两年可能会成为现实 您认为呢 是的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希腊目前外债水平相当的高 超过该国GDP水平的170% 举例来说 澳大利亚外债占据GDP为25% 相较而言 希腊的国债水平就相当的高了 希腊应该执行自己偿还外债的义务 然而偿还的条件还是可以协商的 我认为欧洲应该降低希腊初级的预算盈余 之后可以上调 首先 希腊需要解决经济危机的问题 该国经济目前还在衰退之中 只有解决了衰退 才能够降低外债比率 从而促进发展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意见分享 本次节目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精彩尽在读高四倍电视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